发心极然越知 极耳长照越观 这个只观讲到究竟出了 这两句话完全讲的是平的 真如自信 也就是一切众生的真心 真心就是真心 就是发心 也叫自信 是佛三是佛 共同也发心 自信也就是发心 发心是体 发心是相 能生万法是它的作用 那么这是真真讲到究竟出了 只观讲到最圆满 讲到最真实 真心是不动的 自信 自信 本定 动摇的是忘心 不是真心 我们言尽色 二文神 六根接触外面的境界 没有起心动力 没有分别执着 这是真心 这则大臣 这则大臣教理 叫 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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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贱私心 闻心 闻身心 叫 明心 贱心 贱心 臣服 如果有起心动力 没有分别之处 这是菩萨 菩萨贱心 不圆满 不究竟 因为 他还有 其心动力 其心动力 极其威胁 我们知不知道呢 不知道 知道就好了 知道是真正明心 这些应该不是假的 佛在大臣经里头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我们才会知道 一定要震得八地以上 你就知道了 你就见到了 你听到了 六根完全接触到了 换一句话说 七地以前 都不行 七地以前 有没有见到呢 不能说没有见到 没有见到 怎么能成法神菩萨 啊 见到了 见到 见得很模糊 啊 好像我们在外面看风景 这些雾了 有一层雾遮盖住 看得见 隐隐悦悦 看不清楚 啊 是这么个境界 八地以上 云雾没有了 天晴 啊 那就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